早早停停想在沉沦的迷宫 反复这样不由衷 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 只剩下两手空空 也许多苍荡难过忘了对我说 孤独滚穿了山坡 人生像闹剧 坚入迷失漩涡又困进沙漠 怎么逃脱 无缘来命运的捉梦 常常忘了对我说 两界总偏爱挥霍 黑夜到白昼 决绝被选择换来落梦拉扯 这到底是对是错的道 又如何 谁懂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 只要前面有光 我就能走下去 可是 你又出现了 向我伸出手 我能相信你吗 我能相信你吗 这一次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所以 只要等严惩烧了就快冬叔叔 多久 多久 乐观估计三到四周 太好了 有希望就好 我 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为什么 我到今天才明白 关心者乱 我一听到萍萍心率升到一百八 我简直无法思考 我 我 我怎么给萍萍动手术 一想到我就 头皮发了 你越是懂得 你就越觉得害怕 我真不知道 这些年龄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 但是 心外一把刀 国内权威 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 这段时间很关键 我会让我爸 最近别来看萍萍 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 你 也跟孙志军说说 这都别胡来了 熬过这段 等孩子周安守住再说 我 冯兰 你 有我 都能过去的 说到几点 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 干的这点龌龊事 我怎么能唠叨 到今天这般甜蜜 我老婆孩子 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 但是不对啊 就是 没有聂东远这一出 就没我老婆孩子呀 那怎么 我 我还要感谢他一下啊 好 君哥 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君哥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我没想到 不说 不说了 没没 不说了 我知道 我这个 这个爹当的呀 不咋地 真不咋地 但是萍萍呢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拿着 当自己孩子养的 哥哥今天跟你们 说句心里话 人哪 可以没有钱 但是如果你太没钱了嘛 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 你不能看着孩子 跟大人一块吃苦 你不知道 就那种场景 我每次看的时候 我心里凹头 真凹头 没办法 我也想要过好日子 没本事啊 以前 问你 你也不说 今天听君哥讲 才知道 你说这些年 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平平怎么样了 现在好点了 但医生说 手术前最好 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 对手术不利 学养波动太大 对手术不利 君哥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我 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 旅人什么都看见了 我一去的时候 孩子见着我 那啪啪 挺高兴的 我不明白聂通远是怎么 恩将仇报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君哥 今天他俩在 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 这孩子从出生起 就叫孙平 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 将来等他成年了 还是叫孙平 这点永远不会变 对 过去发生那些事 我虽然不说 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 真的 但你说这孩子现在 他就是 先天就有心脏 这么一个病 必须得治 我们得听医生的话 输钱不能再受刺激了 好吗 不去了 明白 明白 你还没跟我说呢 你去医院查什么去了 你去医院查什么去了 我怀孕了 真的 做长时间了 刚 刚六周 都六周 他知道吗 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我们店不是刚开吗 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 我就觉得 你听我的 这些都不是事 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 他是个生命 你可千万别瞎想啊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 这孩子你一定得要 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 没有 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 你可千万别瞎想啊 真的 真的 这个店呀 你继续忙着 要孩子生下来了 你没时间带 我帮你带 太好了 我今天就跟你说说 你赶紧想着 把你俩酒席这事给办了 这是大事 来 给你买的水果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山竹啊 山竹不能吃 他很喜欢吃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 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 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 可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如果 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你们听说了吗 我有个朋友在长浦医院 他说 Vicky跟聂宇盛分手了 分手了 对啊 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 都传开了 他们那儿的那些小护士 都疯了 我就说他们肯定差不了 聂宇盛条件又好 长得优胜 干吗非要在Vicky 这棵树上吊死了 对对对 一会儿帮我叫Vicky 人家Vicky也不差嘛 长得又漂亮 人又主动 是个男人看来就动心 我跟你讲 三观不正啊 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 才那么多绯闻 今天张三明天理事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就是 但是 他要是跟聂一声分手了 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 我就是Vicky后面的资源 不够好吗 我就是Vicky后面的资源 Vicky现在是我女朋友 我追的她 追的很辛苦 很辛苦 今天下班之前 整个公司都沉变了 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 那你还这么高调 一点都不想你 我就是想这样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 我也想知道是 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啊 莉莉他们几个呢 今天在这儿说你的闲话 话不是很好听 我知道你不在乎 但是 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你不在乎 都行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如果你要是高调 我觉得你很想的 现在小学生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 都去我们家蹭饭 没关系 我还有钱 你还有什么钱啊 不都拿出来了吗 我还有十万定期 十万定期 你 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你 你也没问我呀 这 这 这还需要问吗 不都主动汇报的吗 我 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我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 先 有孩子了 我们就不担心了 我 我要是不怀孕 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不 不是 我会告诉你 而且 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吗 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我 我要是不怀孕 我肚子 我就是有点害怕 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有点紧张 别紧张 有我在 来 要紧张 我陪你一起紧张 好吗 来 这我一起吃个饭呗 我请客 医院食堂 菜随一点 下次吧 我 还有点事 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那下次得你请客 没有问题 大餐 好 叶医生 那个 我正好去打饭 你们先聊 好 评一评 这个积木物 我们一起来评好不好 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我看看啊 这么多零件 好像不大会玩呢 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 丹丹丹丹严 是不是 不喜欢我 以前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吗 因为 你 这妈妈难过 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 你看 你儿的红绳子 是你妈妈给你编的 我也有 我们是一样的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 你妈妈给我编的 待太久了 都褪色了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你妈妈编的 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 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 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 我很了解你妈妈 但我不太了解你 你能不能 给我个机会 但我了解你 了解你 我认识你 这个赛车 看来你也不太喜欢 那我就 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我认识你 董事 怎么了 咱们就换吧 别以为孩子小 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 以后她问你 你别骗她 就说 很多事情 我们大人都没能明白 我不会给她任何压力 连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 何况孩子呢 慢慢来 没关系 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都好 我们修总 我们修总 修总 修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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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我认识你 为什么呀 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 哪家呀 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 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 比宣伟更好 舒总监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了 盒子里面我们是第一名 民企 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 我 觉得很搭 那你说的下家是我 除了你 我有更好的下家吗 那我又给不了你高薪 我可以无偿地给你服务 我也给不了你弃全 我自己可以努力地争取 其实你真的明白了 牺牲的意义 其实你想太多了 我不是因为你 靳姐 我今天叫你来是 想请你帮我看一下 除了书上写的 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做了这么多笔记 其实呢 该注意的这个书里 应该都挺全的 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 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 要吃有营养的 然后高蛋白的 是对孕妇比较好 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我记一下啊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 还有就是像玉米这些 都是不能吃的 回来了 来 来 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 找靳姐在这儿学习呢 给我看看 你看一下多认真的 贴着小标签 对了 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 一定要让她保持一个好心情 不要气她 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好的 好 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人家硬心就行了 别看着 你 你乐了吧 吃东西 快点 别催人家 以前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孩子 可你看就怀孕了 她多细心哪 那个笔记做得那么细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 肯定会花很多钱 我就想把这个钱吧 都攒起来 我这心里才踏实 你懂吗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忙了 周末的时候我过来给你帮忙 不用 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 你要是休息了 就去陪陪萍萍 现在医院那边 轻松多了 有护工 然后女生她周末也会去 那你更应该去啊 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 多相处 我跟你说啊 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 念医生是真的真的对你很好 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 她还是知道 你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 她是真的把你 挨到心里去了 我知道 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 肯定是不可能 但日子是自己的 咱得是往前看 你不能总往后看 你懂吗 我懂 对 你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 别操心了啊 我还不是为你好 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 你就像我这样 往前走 往前走 小姐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了 知道了 好 别动 别动 记没记住 记住了 记住了 放心吧啊 好了 好了 走吧 走吧 走 走啊 姐姐 走了 静姐 快点 好 我先回去了 好 明天见 回来了 谭静 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好 探静 怕你去收 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 时间过去了 有些东西变了 有些东西没变 鞋子总要是 多穿多磨合 买齐所有鞋码 希望总有一生适合你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 这个是不是无糖的 对对对 这是无糖的 这个是巧克力的 来 你们尝一尝 这个是原味 然后这个是巧克力 你好 尝一下 尝一下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三十 就送新品的蛋糕 来 尝一下 怎么样 我们还有无糖的 这是无糖的 是吧 对对对 是无糖的 是非常健康的 我这里就可以扫码 对 来 来 先烤出来就到了 多尝一下 你看看 这都是新烤的 生意这么好 你想想办法呀 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下一杯 拿好了啊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不好意思啊 这条线是我们的 好吧 你们能让一让吗 好吧 往外面让一让 好吧 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 让一让 不好意思啊 让一让 让一让啊 你让人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就是怎么了 人呢 行 这古风机还派成队 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对啊 不是 咱们好好说话 不要这么做生意的好不好 没有你们 不是 咱们上屋里说吧 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不是 怎么了 有你们的怎么办 你们怎么做生意 就派到我们那儿了 让别我们做生意 怎么了 你这样 你这样好好说行吗 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行 我就你老板拳 干什么 别管你 没事吧 没事吧 姐 姐 你怎么样 怎么了 你怎么样了 你们怎么这么野蛮 我打人是不是 推人哪 这就是啊 这可哪儿啊这是 行了 叫他别装了 起来吧 快快 打120 打120 怎么推人哪你们 我 我没 快打120啊 打120吧 这个地方签个字 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 谭静要留下来 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 要走我们一起走 对 他打了人还想走 哪有这好事 我告诉你们 我跟他没完 我要告他 你告谁啊 谁打人了 就是他 我看见了 就是他打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看见了 干什么呢 行了 别说了 说这些都没用吗 警察同志 我要求做 做 做伤情鉴定 那你赶紧去啊 好了 别吵了 你们要做鉴定呢 赶紧去做鉴定 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走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 这件事呢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你不走 我不走 没用 你们在这儿 回去吧 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静姐 有警察同志呢 没事 回去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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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看见妈妈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没事儿啊 蓬蓬 没事做梦了 李子宜在呢 李宗盛 要不要喝点水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 就不能见到 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有个通证呢 谢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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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得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吗 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 你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呢 谭静被关了 什么 谭静被关了 他那么安安分身因为什么呀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 把人推倒了 对方现在昏迷 商店店店出来了吗 还没 我跟你说 千万别弄成轻伤害 那就是刑事责任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所以 要也麻烦你了 不要跟你说句实话嘛 这不如我常常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 你呢 他是东亚集团的太子哥 东亚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 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 我跟你推荐的人 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跟着一只 就像我牌柱一样 我问爷爷 有一天啊 我看你地上 你去跟蚂蚁排着长长的队 我就问爷爷啊 爷爷 为什么蚂蚁这么乖 都排队走路呢 爷爷说啊 那是我们这个世界 对蚂蚁来说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小小的蚂蚁 它就很容易迷路啊 所以说呢 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 身体里面就会 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 只有蚂蚁 它才能闻得到 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爸 闻着这些味道 过来陪它吧 我把这几段讲完 等它睡着之后 我再走啊 一只跟着一只 它就像排队一样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萍萍 林自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妈妈出差了 现在打不了电话 来 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好 您好 您手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萍萍 您的订阅员 您的订阅员 已经高了 太晚了 妈妈出差 应该已经睡觉了 明天 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好 爷爷也累了 我来给萍萍读故事好不好 好 那爷爷回去休息了 好 我们来比赛 看谁先睡着 好不好 好 好 爷爷回去吧 拜拜 你也回去吧 萍萍我来照顾 好 萍萍啊 您自己也回去了 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嗯 看看爷爷给你读到哪里了 好 好 蚂蚁在行走的时候 身体里会释放一种 特别的味道 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 走在后面的蚂蚁 请问 我 我 有权利打电话吗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 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哦 我 我想打个电话给易御胜 他是谁 是你的执行亲属吗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好 知道了 你把电话报一下 我们通知他 好 139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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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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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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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还真不紧讶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你打电话给全秘书,放他来处理 算了,算了,算了,我打,我打,我打 喂,老全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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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很多事 以为那就是结果 很多花 历历在目的,在闪烁 明明还记得,还装作一脸洒脱 明白,没人能看出脆弱 两个人,平行线 各自努力的生活 终究逃不过 上天正确的选择 我哭中 哭中 不悔 都不勇气说 我知道我们都是对的 曾经,心疼你我才成全了错过 此刻,别管所谓脸色 你突然离开的瞬间 你突然离开的瞬间 抛尽了纪念的笑脸 重复雨天 等待晴天 你突然拥抱的瞬间 帮你赴灯来了一晚光燕 温暖的夜 从没走了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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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